首相端馬哈迪出訪英國 他在回城時向大馬媒體透露 但貪圖委員會和警方 目前需要處理的案件太多 因此有必要鑑定 哪些案子需要優先處理 端馬也表明 他沒有過問調查工作 都是由反貪會和警方調查後 將報告成交總檢察署 由總檢察長採取行動 首相端馬哈迪出訪英國 他在回城時向隨團媒體透露 反貪會和警方 目前有很多案件等待處理 因此必須鑑定 哪些案件需要優先處理 端馬強調 所有行動都必須依法辦事 因此要進入特定程序 需要一些時間 如果倉促帶上法庭 可能會輸掉官司 他也表明 自己沒有插手任何調查工作 另外馬哈迪也探言對前首相 納吉感到失望 因為他相當崇拜已故前首相敦拉薩 可惜納吉卻完全沒有父親的風範 敦馬指出相較於敦拉薩 關注郊區發展 但納吉卻強調金錢就是王道 與此同時 首相馬哈迪表明 西蒙新政府拯救前朝政府的經濟爛攤子 成為了吸引外資的一大要素 他說有外資提出疑問 他們是否應該擔心 國家所承擔的巨大債務 而敦馬解釋 當今政府正恢復國家的經濟 包括減少貸款 因為我們是一家公司 喜歡擔心與經濟 與獨立 因為我們認為獨立是 我們是為了 能夠建立國家 登馬透露他的倫敦行 也會晤了數名拓展業務 致大馬的當地商業巨擘 他說有一些外資對我國的國債 突破一兆令吉感到吃驚 不過登馬強調 已經向他們解說政府在恢復經濟方面 所做出的努力 NDP7綜合報導